位于民间乡新民村的一处农路 为地方农民平时运出农作物的重要道路 但目前的道路已经长达数十年未做改善 若没有多处捐猎的情形 对此,在经地方澄清后 县远林如阳民间乡民代表会主席吴金处等人 也协同县长许淑华前往实地会看 在我们新民村这里 我们看到这条农楼已经很久没破过 都跪裂得非常的严重 尤其前面又是评较到 我们看到我们兄弟 周边的农特产品也相当的丰富 那农民长期都是仰赖这条道路在出入 所以今天出来的农民也非常的多 那同时也给我们建议工程上面 应该要怎么施作 对于它的农田比较不会流失 那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这些点 跟我们这些作业后 才能说保持得比较久 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代表和议员 对地方地方这些乡亲的支持 所以这个农路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我相信八十几万的工程改善 对我们农民在运输上面 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县议员林陆阳表示 县民村这条农路已经长达二三十年 都没有重新铺设过 路面亦有多处的坑洞 危及民众行车安全 特别感谢许县长对于地方的关心 率领县府团队前来会看 并领落改善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的农路 其实已经也二三十年没有再铺设过了 可以看得到都坑坑洞洞的 然后也非常的破损不堪 那也希望说这次南投县政府 拿了这个大概八十四万元的经费 一百八十米长的这个设计 那也希望说这次的重新铺设 能够让我们的农民们 在经过这条道路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大家可以看得到 旁边都是我们非常多的农作物 非常多的农民都需要经过这条道路 那再次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许县长的关心 以及我们陈万宏代表的陈勤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为我们的新民村争取更多的建设 县长徐楚华在会看过后也表示 西民村这条农路已经年久失修 加上周遭种植许多的农作物 农民出入平凡 对此 县府将会编列约八十多万元的经费 来以并改善 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记得是我们军民间采访报道